明星们常常会遭遇被结婚的事情 那前几天呢就是徐静雷了 这两天秦岚也被乌龙了一把 某媒体发布了一篇对电视剧《非原勿扰》的报道 就提起了该剧的女主角秦岚 文中是这样写的 现实中她几年前就嫁给了导演陆川 那明明海代嫁归中的秦岚 竟然是已经变成了早已嫁作人妇 那这一说法呢立刻也是遭到了秦岚本人的否认 她在微博中说 警解是不婚族不是隐婚族 原来秦岚在电视剧中演的也是一个警解 就是不婚族了 她曾经这样形容过自己 结果被记者给误会了 以为她在隐婚 而且秦岚呢也曾多次声明 自己很享受目前的恋爱时光 并不急着结婚 好的再来看一看